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向大家承诺 下届我是一定会选的 毓敏也一定会选的 我可以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就是所谓选的意思是 我不会认真在这里选 总之我放了个名单进去 你谁都不用选的 你以为这些事情就是郑家虎式做吗 哈哈哈哈 坐下去之后又去支持这个 支持那个 是啊 去拍张Bang 说支持大马星 我现在向你们承诺 以我的影响力 我告诉你我届届都会选 你们不用选的 哈哈哈哈 我届届都会选的 我什么东西都选的 你们不用选的 我说郑家虎都很轻松啊 只是到处里插手而已 我们所有人届届都会选 之前五驱都选了 是的 五驱都报名了 那我还可以承诺很多人嘛 哈哈哈哈 是的这样 那不要再问方舟计坏什么 不会告诉你 知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了 很多人都问哪里可以买票 没有的 是的 不,你稍后就会没有的了 现在想拿太迟了 去马湾看着 不,现在还有机会拿到的 不,我不告诉你 说回那个 由立法会选举下来 关于特首选举的事情 先说了 昨天周永勤就开记者会了 那是,有没有片? 有片的 先看片吧 无论是我最紧密的家庭圈 外面的外一层的人 包括在来 我深入一些很重要的支持我的朋友 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收入来源 他们的生活习惯 逐个说出来 我开始害怕了 大家都意识到 这些是超出了 所有私家偵探可以掌握的一些资讯 一些资料 他就刚才跟我说 如果你不乖乖你听话的话 他就会立即赛出行动 要支持你的人 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唯一不能说的就是 我最珍重的身边重要的人 究竟身份是谁 因为我说出来他们就会麻烦 我不可以说究竟 哪些人在背后 透过我做不当的影响 因为一说出来 大家都知道我会更麻烦 这个我真的不可以说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聪明 知道自由党会赚助我多少的经费 他就说 假如有老板肯给一倍的钱赔给你 你会不会考虑 我就跟他说 我立即吐气地跟他说 如果你再说你就犯法 好 这个是记者会的内容 事发的地点是在深圳 其实一些势力人士 周永勤在记者会都说 其实他已经是先后四次有人叫他不要再选了 最终是早于7月13日还未去参选的时候 已经有人接触他了 最初就是有两位朋友 他没有透过什么人物 其实7月13日的时候 在沙田的时候已经有接触过他了 他是内地驻港部门的人士 最初这两位朋友就问周永勤 为什么他参选 为什么他参选 和得到什么人支持 然后又问他 又说他在他们的心目中 周永勤也不是拿到第五席建制的人选 说他根本没有机会赢 然后他两个人提出 他就说不如周永勤你可以考虑任职政府 可以帮下手 但周永勤就拒绝 继续坚持参选 过了四天之后 7月17日的时候 亦都有一些自称 在一个 自称就是说 在国家 帮国家在后面 做了很多事的商界朋友 又是在屯门见周永勤 他就说 那位朋友就说 如果周永勤参选的话 会得罪很多人 最好就不要选 但周永勤就拒绝 但是那个人就再提出 如果有老闆给周永勤这个选举 经负一倍的钱 他会否考虑不选呢 但是周永勤依然是拒绝的 7月19日 7月19日就是周永勤 报名参选那一天 周永勤就和 最初7月13日 和他见面那两位朋友再次见面 这两位的人士 周永勤已经是报名参选了 但是那两位朋友叫他不要继续选 因为他的参选 会令到建制派攬炒 包括会令到民建团的梁志祥和何君耀 是会落选的 去到8月24日 即是弃选前一天 周永勤就去到深圳 和三名自称的来自北京的人 去一个会谈 当时那三位朋友就说 要求周永勤去放软和盖下选举 但是周永勤就初时拒绝 但是那三个人就说 如果周永勤不听话的话 会对他的身边的人 采取行动 和令到他支持的人 付出沉重的代价 又续一说出他家人的背景 支持者的背景 收入来源 和他的生活习惯 周永勤就形容 如果这些人士 认为他对周永勤有很大的威胁 于是在每天的有善论谈宣布弃选 另外有一个疑点 一直之前在有善论谈宣布弃选之后 周永勤也有向传媒公布两段录音 就是关于何君耀的义工 声称要围他 但是周永勤去到那一段录音 在记者会上又说 他退选和何君耀那段录音 是没有关系的 他就形容 那段录音和他退选的事件 是平衡发生的两段独立事件 他就希望传媒帮他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做这些 不正当的选举行为 但是由于公众的焦点 就转移到他怕他被人围 所以令到大家 就以为是那段录音 令到他退选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不是 因为其实那段录音 就只不过在讲 那段录音就只不过在讲 何君耀的助选团 就吹鸡 叫一班人 就在这个有线选举论坛 外面呢 就去围何君耀 那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做 围周永勤 周永勤 对啊他 那这些事情大家都有做 吹鸡 大家要去 撞一下声势 对啊谁啊那些 但是那段录音 只不过都有一个重要性 那个录音的重要性 就是在于 事实上 那个是何君耀的助选团 是的 而何君耀也都承认了这件事情 OK 而那个恐吓周永勤的计划 是针对着这个 周永勤将会带来影响 选情的人物 也都主要是何君耀 OK 那所以 那个当然是一个中联办系统的法官 那所以 周永勤在欧洲的时候 也都在写Status 也说过 就是说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 是当讲到解零还需是零人的时候 那么 他也讲到就是说 梁振英怎么会不知情呢 嗯 因为整个中联办系统发工 那么梁振英 怎么可能会不知情呢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也是中联办的 施压的计划成功 好了 但是周永勤有周永勤的反击 周永勤一连串现在正在做的 也是周永勤的反击 那么 那个目标指向的 就当然是梁振英了 所以其实 那个是由周永勤 就是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 由周永勤的这个宣布高调 在友善论坛宣布弃选 累耍选举论坛的时候 其实 特首的选战就已经开始了 嗯 因为特首选战的重点 就是在于 中联办梁振英系统 究竟他们可以操纵到多少 的立法会选举 这件事是一直延续下去的 首先在今次的立法会选举 中联办的表现可以用量例来形容 是 因为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超乎大家的想象 是 竟然可以做得这么均匀 嗯 做得这么均匀 的地方就是 譬如我昨天也讲过 这个这样的 就是 何君堯当选 容海恩当选 容海恩当选 謝偉俊当选 美婚毫无懸念 而容海恩当选是震撼的 挺高票的 容海恩当选是相当之震撼的 是 謝偉俊当选 这是我的失败造成 而我的失败也是 也是中联办操盘的 在这里先讲 由立法会选举影响到特首选举的分析之前 我先要讲讲关于恐吓各样的事件 第一件事 何君堯 不是 就是为了保住何君堯 周永勤受恐吓 周永勤被恐吓的事件 一直以来 是由当日的选举论坛 一直发展到欧洲到今天 都成为一个大众讨论关注的焦点 你妈呀 我又被恐吓了 你不开记者会 你不要开记者会 你不要哭 你太强悍了 各位传媒朋友 今天下午2点 我就在这个 男生围 开一个记者会 你要哭才有人理你 去到男生围就哭了 去到这么远就不哭了 今天下午 又去旅行 帮我 帮我用你们的渠道 去发布给各大传媒朋友听 我是下午2点钟 会在男生围开一个记者会的 因为我没有出声明 我当然有出声明 我当然有出声明 我被人恐吓 我被人恐吓 我自己作为参选人 连同一个当时的现任立法会议员 然后兜口兜面恐吓 然后往后我们的选举街站 不断地受到滋扰和攻击 然后又拍到视频 是有视频 有视频 周永勤事件有没有视频 有声带 周永勤事件有没有 他是口讲口陪的 他是真的口讲口陪的 有一段声带 然后现在开记者会说不关乱 声带 好了 他的口讲口陪 我被人恐吓 然后我和黄毓民 周永远被人贴街招 然后我们在选举街站 被人攻击 被人恐吓 我屌你老母 你所有主流媒体 没有说过 你没气选啊 什么啊 你没气选啊 我现在不是气 现在不是气啊 我现在气选啊 我现在可以宣布气选啊 是 你一个人可以在东瑞交给政府之后 要求回购东瑞 我为什么不可以在选举到再气选啊 不是 这个是什么世界? 这个是什么世界? 坦 tel 帮我把我的货金币去 吃房子 我不讲什么 你快一点把我的货金币去吃房子 我不讲什么 现在他 我为什么要贴他的货金币去吃房子呢 除了另一個氣憤的地方就是 他媽媽被人恐嚇 口講口陪 然後不斷開記者會搞糕梁振英 我身體力行 對付中聯辦 對付梁振英 你老闆 你沒有人說我 撲你街上 我有視頻 然後所有街坊都看到貼禍街照 你沒有人說我 看到他上水就糟了 我想說 這些恐嚇 周永勤說的恐嚇 知道他家人支持者的背景 收入來源 生活習慣 有哪一樣東西 黃陽達不是每天發生在他身上 他的支持者的收入來源 即是我 我就是他的支持者 我的收入來源是什麼 他們都知道 然後那些家人背景 那些全部都起了 有哪一樣對周永勤的恐嚇 不是每天都發生在黃陽達身上 有什麼理由我沒有關注 他拋住 托你街 現在我的貨金鈴 因為他可能是 我先說重要的事 現在坦制剛剛貼了我的貨金鈴 在他春宮那裡 我不說什麼 哈哈哈哈 按進去 按進去 黃陽達心裡虎 黃陽達不雪 哈哈哈哈 達達心裡虎 但達不雪 我全都發聲明告 全都發聲明告 剛剛陳秀慧在春宮那裡說 我全都發給各大廚媒 沒有一個傳媒報導的 哈哈哈哈 沒有一個傳媒報導 沒有一個傳媒報導 再再貼一次我們課金鈴 哈哈哈哈 我不說什麼 你被恐嚇是合理的 但是周永勤是 被恐嚇是不合理的 他連自己也是這麼說 連曾鈺成也是這麼說 就是他 知名度這麼低的人 說他不被人恐嚇 有多少人認識他呢 其實那天呢 那你可以選擇去恐嚇 我說拍羊 哈哈哈哈 哈哈 他知名度這麼低 你每天都做緊的 你每天都恐嚇 我想說呢 那天我們被黑社會恐嚇 我也在這裡 所以你自己找我的課金鈴 你自己找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在現場的 等一下 我一直在思考 怎樣可以把黃陽達和教主 安全地送來現場 其實我也很有壓力 自己找我的課金鈴 貼我就不貼了 即是怎樣 你自己明白 你自己明白 即是不是說什麼 這樣 那為什麼要貼課金鈴呢 因為剛才開記者會 我又聽到 有個很火滾的 一個很火滾的言論 有人給錢 有人約周詠勤說給錢 是啊 給了一倍的這個選舉的經費 你不給我啊 為什麼沒有人給你啊 不給錢你叫你棄選 為什麼你不給我啊 你怎麼知道我不收啊 哈哈哈哈哈哈 大不起 哈哈哈哈 我不是說一定不收啊 我現在不怕老實跟你說啊 哈哈 你起碼多數不收 你起碼問啊 你尊重啊 是吧 不給你一個機會 是吧 即是等於D100那些什麼 選舉論壇那些 你問我是不開 你起碼要問啊 同樣的原理 同樣的原理 喂你不問我收不收錢啊 不邀請你 喂 我想說共產黨 我真的跟你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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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跟你戰鬥到底啊 你從來只有打壓 未能試過收賣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各方面打擊我們 你給錢 你沒試過啊 屌你 哈哈 哈哈 再貼多一次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喊打壓你的那些人 快點負責 沒什麼事啊 屌你 你不給錢 也不得此 你還叫你的手下 叫你的走狗 即是中聯辦的手下 社民連人民力量 周圍唱歌 我說收了共產黨錢 喂 屌你老美 你給了就不太重要啊 對 你給了我們就硬了 你又不可以給啊 撲你啊 屌你老美 很像那些 即是空心老官呢 經常說我搶了誰吃飯啊 又說我會照顧誰 一毫子你也沒給過 你撲你了 那些 還有那些什麼 什麼春夜以金錢 還有成人有青年人 然後我就問他 女兒呢 錢呢 姓呢 女兒呢 錢呢 你派一條女兒來接近我呢 起碼我要不要一件事 不是 他派了去接近阿泰的 什麼 派了接近阿泰 以賣家吃 是 那個不好 哈哈 那個又不好 你這麼沒預算嗎 哈哈哈哈 我叫你啊 喂 又沒有人認識我 沒有人給錢 沒有人給錢 只恐嚇 只打 那不適合江湖規矩 不是啦 你不合乎政治倫理 用旭文的講法 哈哈 現在不是說什麼 政治倫理啊 大哥 可能黃陽達瘦軟不瘦硬 哈哈 你老美 真的 我有出一個聲聲說不收嗎 哈哈 有人在車溫天中說不收嗎 Io我記得你當時說收 收休完之後就是廝 contrary 這樣就是一定要做 是呀 我說明收呀 阿海 你真的這種人 你看我是吧 告訴你 我auto달 我不生氣 我 عليه 你 Ahora 好,那就先說回那件事 那... 那個影響 在選舉之前 在立法會選舉之前 因為現在大家需要關注的 你再回顧 分析立法會選舉的形勢 將會變成怎樣 很喜歡做這些後續的報導 或者後續的跟進 就是說立法會選舉 你現在什麼派的一隻 角力會變成怎樣 誰會見梁振英 誰會不見梁振英 有些人就表明不見梁振英 他為什麼要見梁振英 他們認識他 是 他為什麼公開講的姿態 我覺得現在沒有機會跟他溝通 你知今來源就是跟他一個來源 你們說什麼呢? 多餘餘 你接下來立法會選舉的形勢 就沒有東西要分析 你一團糟 當然他不會很糟 在社會大眾的角度 就是說他又有發言 但是你想想他徹底變成了一個橡皮圖章 那麼這個成就不是容易達成的大哥 這個成就不是容易達成的 喂 操盤操得很精密很仔細 才能做到這件事情就是 你又要令到市民覺得議會裡面還有反對派 但是現實中是沒有的了 是的 現實中是沒有的了 除了鄭松泰 實際上他沒有的了 他連一些稍微不聽話的人都不想讓他進去 他有些不聽話的人 但是不聽話之中你也要有幾分顧慮 例如這個自由黨 他不聽話 但是不聽話之中 你不能夠膽明刀明槍來搞的嘛 在一些關鍵的位置的時候 你一定要妥協嘛 你一定要妥協嘛 民建聯工聯會 工聯會其實已經大幅召清了 民建聯依然在裡面 事實上你因為始終是香港的地方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 這一界面能夠徹底地去緩轉 但是中聯辦系統的系統 明昌明正言順是代表中聯辦的人 又或者中聯辦暗裏支持的人 哇 大哥 現在說的是六七席 然後還有放風說 陶謹申鬼拍後尾枕說 哇 謝偉俊那個人都說話多中立 如果他做立法會主席就多好 你不要以為立法會主席一直是沒有什麼 因為他沒有投票 沒有什麼左右大局那些 但是控制議會流程 還有做立法會主席是代表什麼身份呢 立法會主席的評分一定是上升的 我想說 因為他不說話嘛 不做事嘛 當日的八婆是什麼 范徐麗泰如是 曾玉成如是 他只是出來主持公道 所以沒有機會出事 不是 其實也會出事 但是你知道香港人是傻小 香港人 香港人最討厭的是什麼人 香港最討厭的人就是中立 沒什麼討厭的人 沒什麼討厭的人 這個人中立 主持公道 有空罵一下蔣麗雲 有空罵一下民主派 那就中立了 他主持公道 他主持公道 喂 這屆立法會選舉 謝偉俊 還是很討厭 雖然在中聯辦的操盤上面 他就穩勝了 但是其實在整個形勢裡面 他都要做了很多事情 拉外落馬 謝偉俊才能進去 原因就是 謝偉俊怎樣都問誰 你讓他做一屆立法會 他下屆票王 是啊 今屆已經排第二了 其實在票數上 但是如果下屆再是這樣 他今屆的票數是賭下去的 是的 他今屆的票數 為什麼要賭這麼多 這個是中聯辦擺的姿態 這個中聯辦是要告訴你 是要告訴你 第一 他要給信號反對派 第二 他要給信號公聯會 謝偉俊優先 是啊 他要給這樣的信號公聯會 公聯會有多倫敏 好了 但是 當然 謝偉俊能否做到立法會主席 這個有爭議 因為有幾個人物 第一就是何君賢 第二就是這個 何君賢比較 梁君賢 第一就是梁君賢 梁君賢比較在建制陣營裡面屬意 但是那件事情 還是建制陣營作主呢 這是一個問題 還是你們談出來的呢 第二個就是葉劉 但是葉劉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表明了拒絕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樣就不知道 不得而知 因為那個拒絕很快的 連考慮都不會說 是的 他連考慮都不會說 立刻就拒絕 那是不是怕 有些報導就說 因為 接下來的議會 可能也會處理很多 又要剪刀 那些 那些 免得坐在一個三十位 沒有可能 絕對不可能是三十位 絕對不可能是三十位 就算你剪了布 你以為社會會有迴響嗎 不會的 沒有人怪他曾玉成 那些人會覺得 這個人主持公道 沒有什麼 沒有表達 你看現在的人對曾玉成 可能接下來會選特首 多妥的心態 他覺得很好 如果曾玉成選就好了 香港人的氣 是啊 所以那件事 現在究竟是梁君賢 還是謝偉俊 嗯 這個是過癮的 這個是過癮的 你不要覺得 為什麼會 那些 中聯辦 今次在議會的選舉裡面 他就示範給你們看 我怎麼都可以 我高興 有些這樣 你明白嗎 梁美芬做都還可以 梁美芬做都可以 梁美芬做都可以 梁美芬做為什麼 梁美芬做當然可以 用凱欣做主席 不行他不夠四十歲 他不夠四十歲 你想喝什麼 你想喝什麼 你現在整天清人生靜 你又青年 你又真的多年輕 你又真的多年輕 又要找鄺俊宇和朱凱迪做 順道我今晚寫Status 然後明天有上《文匯報》 你真是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這一個是 現在這個 周永勤那個這樣的 還有 如果你有留意 我知道大家沒有留意 其實在點票當日 開票當日 其實 田北俊說很多話 都是相當之有骨的 田北俊就是講到 田北俊就是講到 嘩 你 你 西環 西環 西環那幾個人 他們那個選舉經費 以他們的人力物力 是超出上限的 如果照觀察 你指定都花了270萬了 因為他說他自己的團隊都接近上限了 他的人力物力比我們更多 那就應該超過上限 這個選管會不會監管不力 你到底明開拖了 明開拖 明開拖針對的目標就是中聯辦 中聯辦 將會接下來另一場好戲 就是梁振英連任 因為我在之前 我是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在之前 我是不認為梁振英會連任 因為我覺得 你不可以再被梁振英管 就算是北京也需要有這個考慮 就是 當你在香港處於一個 不可管治的狀態的時候 這個爛灘只是直接影響到中聯辦 好了 接著之後他給予了承諾 這個香港是管得到的 怎樣示範告訴別人 這個香港是管得到的 他徹底操縱整個立法會選擇 我要什麼反對派就是什麼反對派 我在反對派裡面選過的 這個回購東水 多好 這個 主要是種田的 好東西 你想想 飄王 這個是拿天然氣的 飄王 這個梅演工退寶說得出 給他做飄王 喂 他是玩給你香港人看的 他是玩給你香港人看 他就是告訴你 我喜歡這樣 你吹嗎 我給那些多荒謬的人做都可以 你們沒有留心看開票 你都沒有看過中聯辦大演武指氣法 你都知道 黃毓民在九龍西開票 持續跟尤偉貞爭爭爭在50票之間 選票的東西 不同的票站 有票站多 有票站低 開每一個票箱 黃毓民和尤偉貞 都是咬在五十秒之間 這些是不是表演啊? 沒可能的事 每個站都是相同跳 這些是不是表演啊? 他表演他是控球技術給你看 左滴右滴 只不過你們不看嘛 扭球不斷拆花 全場 就是等於你踢球的時候 他的球不落地 全場扭著由自己的籠門 扭著對方的籠門 然後你們不驚嘆 沒有留意 只是看著籠門 其實有多驚嘆 你倆 我喜歡搞誰就搞誰 然後我搞完 搞到這樣 我先是DQ一班人 然後我赤裸裸地操縱選舉 然後他拍了心口 跟這個中南海說 他說我保證我玩到這樣 香港也不暴動 就是啊 是啊 那你不是他贏啊? 嗯 你現在唯有讓他做吧 是不是? 有些人還覺得是吳文苑 CK那些人拉倒黃毓民 神經病啊 甚至乎 也有很多人說 譬如你們做節目也說 說關於這個掌心雷動計劃 掌心雷動計劃 現在很多人都說掌心雷動計劃 搞死了我和黃毓民 這樣 這個保留著才告訴你 你保留這個懸念 我遲些告訴你 你想想為什麼 為什麼戴瑤婷結束了雷動計劃之後 出來的樣子這麼慌張 你自己思考一下 全都在他那裡 你自己思考一下 為什麼他的樣子這麼慌張 你想想他在怕什麼 你想想他為什麼會在電台上說 沒有想過那些人真的是你 他說我叫人投而已 沒有想過真的這麼多人投 這個沒有想過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想 好了 在整個 在整個 立法會選舉的 結果出來之後 特首選舉 就是要關注的事情 現在有幾件事情要留意 就是 曾俊華究竟 還敢不敢出來呢 雖然習近平和他握過手 曾俊成究竟還擺一個什麼位置 因為其實 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中聯辦達成了兩個封攻偉業 本土派全滅 本土派近乎全滅 只留一個鄭松泰 OK 他只留一個鄭松泰 當然有一個原因 就是 他讓你們熱血公民暴動不來 你明白嗎 你現在熱血公民是有議員的 大哥 你說什麼呢 你現在熱血公民已經是有 有政治前途的 等到你不會立即暴動 那你還說什麼呢 你不可以說的嘛 是不是 好了 然後 本土派幾近全滅 然後還要在那個 泛式轉移的過程裡面 是用中聯辦 取代了舊有的建制系統 逐步逐步 起碼已經是跟他分庭過了 他可以想像在下一屆 但是全面去取代他們 工聯會是下一個被滅黨 就算工聯會 工聯會內部也有分不同的系統 工聯會裡面的陳婉嫻系統 全面被剿清 沒有了 OK 沒有再是當日陳婉嫻影響力 遺留下來的系統 OK 好了 那麼 往後就完全是他操縱的 在一個這樣的 沒有管治壓力的環境 科斯沒有管治壓力的環境的底下 喂 那麼 這個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 梁振英 就是 九月公投 梁振去留 終於有結果了 原來這個是做給北京看的 喏 公投結果出來了 公投也掌握在我手上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應該讓我做呢 所以 接下來 那個戰場呢 又下去了 在梁振英築定當選的情況下 究竟怎樣可以在特首選舉裡面 去做到事情呢 這個就是大家往後需要關注的地方 OK 好 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繼續